拯救新西兰的羽毛朋友 新西兰开设了第一家专门针对几围鸟的医院 这些毛茸茸的动物是该国的国鸟 这家新医院可以在它们生病或受伤时为它们提供帮助 医院的建立是因为现在的几围鸟比以前多 这是个好消息 这家医院位于凯里凯里 是生病的几围鸟接受治疗的地方 它是由一个名为Kiwi Coast的团体建造的 它们非常关心保护这些鸟类 它们希望确保 如果几围鸟受伤或生病 它可以快速获得所需的帮助 几围鸟很特别 因为它们不会飞 也不擅长游泳 所以 当它们遇到麻烦时 这些鸟确实需要人类来帮助它们 医院配备了照顾新西兰患者所需的一切 包括为它们提供休息和康复的场所 医院的第一位病人 是一只名叫Splash的小几围鸟 Splash经历了一次冒险 结果掉进了游泳池 幸运的是 有人发现了它 并把它送往医院 经过几天的照顾 Splash感觉好多了 并被放回野外 在这家医院建成之前 受伤的几围鸟 必须长途跋涉 寻求帮助 有时甚至无法感到 现在 医院就在附近 它们可以快速获得帮助 这对它们的生存非常重要 这家医院 是由热爱几围鸟的志愿者经营的 希望这些鸟保持健康 它们将照顾几围鸟患者 长达三个月 然后让它们回到野外的家中 由于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 和关心这些独特鸟类的人们的 辛勤工作 几围鸟的数量正在不断增长 有了新医院 它们将获得更多帮助 确保它们在未来的很多年里 保持安全和健康 你认为 几围鸟为何对新西兰如此重要 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动物 你能认出其中一些吗 Pico 你去过医院吗 有哦 我因为生了很严重的病去过一次 你听说过动物医院吗 是给我开的医院吗 哈哈 这家医院是只有生活在新西兰的几围鸟才能去哦 我想更多的了解它们为什么要为几围鸟开设这家医院 那我们可以去问问开几围鸟医院的人 好主意 Pico 出发前往地球 你好 萨利文女士 我很期待了解这家刚刚开业的几围鸟医院 是什么让你想要建造并开设这家医院 你好 我一直都很喜欢动物 尤其是几围鸟 它们是非常独特的生物 但它们需要我们的帮助才能保持安全 我希望做点什么 确保它们在受伤或生病时有地方可去 你还记得几围鸟医院位于哪里吗 没错 它位于凯莉凯莉 太酷了 那么你在几围鸟医院都做了些什么呢 在医院里 我们照顾受伤或生病的几围鸟 我们有专门的房间 让它们休息和康复 我们也有了解几围鸟 以及如何帮助它们的医生和护士 听起来像是有很多工作 你在医院工作 有没有什么喜欢的故事呢 当然有 我最喜欢的故事之一 是关于一个名叫 Splash的小几围鸟 它掉进了游泳池 浑身湿透了 我们帮助它把身体擦干并休养 经过几天的休息 Splash康复了 并且准备好要回到野外 你对在医院帮助像Splash 这样的几围鸟 有什么感想吗 能够帮助几围鸟 我感到非常高兴 它们是我们环境中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有责任确保 它们保持安全和健康 美帮助一只几围鸟 感觉就好像 我们正在为世界带来改变 Soliva女士 谢谢你与我分享 有关几围鸟医院的 所有信息 不客气 请记住 你也可以通过了解不同的动物 并善待它们来提供帮助 你认为动物医生 或兽医的工作内容有什么 你曾经帮助过受伤的动物吗 那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想获得更多关于Nino的精彩冒险 别忘了点赞 订阅 和按下通知铃哦